今天是2022年11月24日 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810日 轉回灰色衣服的第二天 今天探訪快必的就是剛剛下船 未夠一個星期的Joseph 即是師叔 今天我們講講最快消息 又講講一些私事 話說師叔準備下船時 直到快必22日會變身灰姑娘已舉手探訪 放學後她已馬不停看 這個月都排滿了探訪的行程 今天師叔買了巧克力 還有豬肉乾牛肉乾給快必 她9時30分到登記 職員找了一陣 終於確認了她的名字 非常幸運 荔枝閣的探訪等候室仍然是人山人海 亦有很多撞口撞臉的朋友 其中一位就是何依依 她很慨探地跟師叔說 以前遇到一些熟朋友 通常都是在維園 現在就是荔枝閣或赤柱禍 過了15分鐘左右 就聽到叫number 進去 師叔也很忙 又要入郵票給快必 最重要就是幫她拿那份 司飯的批准申請文件 這樣才可以幫快必下order 之後還入了兩本書給她 荔枝閣的探訪流程 越做越暢順 大概10時半左右 已經聽到快必的number 這是一個新的橫額number 尾口是Hiver 22 代表2022年上船 今日快必在24號窗 在一入門口的左手邊 師叔一眼就已經看到 前面兩個窗口有尖 很雀躍 師叔隔著玻璃窗 告訴他已經定了時間 下次去探望他了 向前多走兩格 就已經看到快必站在那裡 扭身扭細地笑口 跳著舞地歡迎師叔 師叔一看到快必 就說他OK 轉了啡色衣服後 也不是瘦了很多 發表說自己現在63kg 已經再沒有瘦下去了 他就說師叔氣色不錯 好精神 師叔說出回來這幾天 養肥而已 之前很頂好 整個小腩頭 放學第一時間 去吃出前一丁 十分掛著茶餅 有一招和師太太吃早餐 她居然吃了兩份 吃完餐蛋出前一丁 再加個腸蛋出前一丁 總之就不斷叮叮叮叮 叮回舊本 接著師叔就跟快必告訴他 他逼屋的情況 由赤柱搬去 幸好時間不太長 不過逼屋住大棚 就像看電影那種 二十個人一間大房那些 有些像宿型 快必說可能他下次咖啡色衣 都會住碧屋 也會住碧屋 師叔說不會 因為他是黑手 即是第二次啡色衣 他們就在玩 猜猜猜究竟去石壁 還是碧屋 還是新屋 師叔說快必 不知為何這麼鬼得到禮遇 之前啡衣都不用搬倉 快必笑著說自己是脆脆契仔 幾個月貨仔調來調去 反而煩不到自己 總之都是一句 感謝主 講開主 在赤柱領洗了的師叔 有點不好意思地跟快必說 他說出來之後 很多東西分心 用手指指上臉 即是上天 覺得自己沒那麼專心跟他聊天 即是少了跟天父說話 問快必有什麼心得 快必這個市井基督徒 就說 隨遇而安 隨心而行 不用太戒懷 對 天父不會那麼小器 不會玻璃心 放心 師叔說 要跟快必同步看書 就可以寫信 和他交流 讀贏心得 其中一本就是 詹弘志的去日廚房 今天已經入了給他 是快必的中筒送的 快必說正 很棒 不過他又想看前幕的角使大綱 師叔說 會不會太悶 他在船上最後幾個月 主要是翻跑圖書館的金融小說 20號世界盃開羅 快必說 師叔落船 真是落對時間 可以看到世界盃 他一定很開心 因為英格蘭率先大勝伊朗 師叔說 是呀 真是感恩上主的安排 不過伊朗足球隊 為了表示不滿 和嘴不唱國歌的舉動 都令世人眼前一亮 值得大家多多關注和支持 輕輕 叮一聲的提示 還有一分鐘 快必就問師叔 為何你不飛去外面探女兒 是不是怕去到機場才知道走不了呢 師叔說 現在還有很多事情要搞 至於走不走得 還是要去到機場才知道 快必就說 咦?那豈不是糟了 豈不是虧了張機票 哈哈 是的 所以買一張便宜的千多元的機票 去泰國那些 試試試 快必就跟師叔說 喂喂 那不如你等我出來 我們一起去試試試旅行團 這個約定 希望可以盡快實現 快必臨走的時候 走回去 其他窗口的船員 經過都跟師叔打招呼 因為大家都差不多時間結束探訪 一窩風又走回去 嘴角帶著微笑 個個精精神神 師叔探完快必之後 又踩多場 去探之前認識的囚友 變身做探訪師工作非常繁忙 他不定期會在自己的Patreon 跟會員交流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支持一下他 至於快必 就請大家一有時間 當然寫信給他 和他做不友 即使未寫過信給快必的朋友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不要害怕 不知道寫什麼 趁著就來聖誕節 去開書店 看看有什麼漂亮的聖誕卡 買定寫給快必或其他船員 不過提醒一下 不可以是3D突出來的那種 不可以有閃粉 不可以有貼紙 懲教署不給的 不過燙金燙銀的那些就OK 來信請寄去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